心如,最近因为一点陈年旧事臭名远扬,先是由于污蔑周杰舌闻自己,后又被犯猪嫉妒赵薇给赵薇扎小人,现在又是参加巴沙慈善晚会分文为娟,小斌想说,紫薇哥哥你到底怎么了,难道不想再抱大陆的大腿了吗? 毕竟娱乐圈就是这样,明星有钱归有钱,捐不捐还是人家自己的事,钱是人家自己挣的,咱们这些吃瓜群众逼着人家圈,就有点道德绑架的意思了。 其实在巴沙慈善晚会上,林心如就发生了一件极为尴尬的事,在霍建华和林心如上红毯之前,在后台出现了一个小插曲,当时林心如急着要出场,但是却被霍建华一把拉住,耿直的霍建华只说了三个字低调点。 当时林心如抢眼欢笑地拨弄着头发,有点尴尬。 对于霍建华和林心如这对闪婚闪欲的夫妇,外界一直质疑两人的感情,正巧看到这一幕,网友们纷纷表示,霍建华是不是不喜欢林心如,因为两人从谈恋爱到结婚再到生孩子都太快了,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,小海豚都已经生下来了, 而且很多人觉得林心如性低深,退步上霍建华,小编只能说人家夫妻的事,我们又怎能了解呢? 虽然林心如现在名声很臭,但是小编认为霍建华的人品还是不错的,所以大家不要因为讨厌林心如就顺带讨厌了霍建华,毕竟老干部无论是演技还是人品都是好的没话说。 还有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